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这就是美 一步大 beautiful 漂亮 漂亮 生活是一门艺术创作 其中的乐趣就是无止境的尝试与探索 茶的文化起源于中国 后来广传到世界各地 也因为民族性的不同 延伸出了东西方不同的茶道艺术 总观来说 西方的茶是一种纯粹饮料的角色 出现在生活当中 而东方国家的茶 则大多是与宗教 艺术 有着高度的结合 然而茶道之美 其实也能在生活中带给人一种放下尘念 远离喧嚣的脱俗之美 泡茶时 举手投足流露出 轻与慢的优雅之美 凭茶时的静心与宁静之美 你能相信吗 这样的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哦 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 感觉还蛮像的耶 你赶快来喝喝看 对了 记得啊 喝茶的时候好像要先把杯子转两下 对对对 我有看小丸子的那个频道 转两下好像是对茶道主人的尊重吧 好 怎么样 好喝吗 不怎么样 嗨 依林雨昕 你们在忙什么 准备姐姐 我们在泡抹茶了 之前我们有看到日本的旅游节目 在介绍抹茶茶道 看起来很厉害 真的 而且还有那个很红的小丸子卡通 它也有自创那个小丸子流的茶道 所以我们想要自己来试试看 嗯 了解 的确我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啊 我也有去体验过这种日本的抹茶茶道哦 那个时候呢 是在深山里面的一个房子里 然后啊是坐在榻榻米上面 还有这种凉风这样吹过来 沉深蒙蒙的 看着这个茶道老师啊 他做出来的一碗抹茶 哇 喝起来那个体验还有感受 真的是很棒耶 可是你们刚刚说 小丸子流茶道对不对 对 那你们是用 打蛋器然后把它打进来 打蛋器 为什么会用打蛋器 因为姐姐 你不觉得这个打蛋器 跟我们的点茶刷很像吗 拿它来讲完抹茶刚刚好 是这样子哦 用打蛋器来代替点茶刷呀 那我来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 你们刚刚这样子做出来的抹茶好喝吗 好像不怎么样 好像不怎么样哦 不过我觉得好像啊 我们太在意这个形式了 就没有真的呢 去了解到了这个茶道 它的精神还有内涵 茶道的精神和内涵 是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们说 其实啊 茶道最早的这个开始跟发源呢 是从中国开始的哦 相传在很久以前呢 陈农士啊 有一天他在户外煮水 结果这时候呢 就有叶子飘下来到水里面去了 结果煮出来的水呢 他就觉得哇 特别的生津止渴呢 那个味道很好很好 所以呢 就开始发展了这样子 茶道的文化出来 而就一路的遍及到全世界 世界各地了 那当然啦 世界各地 大家的这个茶道文化呢 也就不一样了 哇 所以讲到茶道 还是我们最厉害嘛 可是啊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真的了解 这种茶道的精神 还有它的内涵的话呢 这就要请一位专业的茶道老师 来带我们了解哦 生活每一天 美感在身边 跟着我出发吧 Go 来来来 两位 我们到了哦 哇 姐姐 真的就是你要带我们来体验 茶道的地方吗 嗯 是啊 我跟你们说 其实啊 在茶道啊 最早是从中国开始宣传 这个文化出去的哦 那在世界各地呢 其实都有饮茶的习惯 可是啊 因为各国 其实在文化差异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饮茶 这种方法呢 就不太相同 而在日本 日本的茶道呢 是以 所以他们在这种习俗啊 礼仪啊 上面就非常的讲究 也因为如此 日本的茶道呢 也成为他们宣传的媒介 那至于在台湾 我们台湾又是怎么样的习惯 在这个茶道上面呢 这就要请里面的茶道专家 来告诉我们哦 他现在已经在里头了 我们赶快去找他吧 好 小三老师好 你们好 今天很开心 欢迎大家来到这边 今天因为天气非常的湿闷热 所以我为大家准备是一个 冰酿八小时的自然生态绿茶 我们来喝茶吧 今天老师选用了透明的茶具 来盛装冰酿绿茶 让绿茶更显得清凉消暑 优雅轻柔的筑茶 让大家都忍不住安静下来 专注地看着茶汤 接着再小口小口的品茶 感受冰酿绿茶的滋味 老师是这样的 今天我带着两位小主播来这边 其实除了是想要跟您 学习这个茶道之外 我现在想要来问问两位 我们走进了这个空间 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 从刚才走进来 到现在我们品茶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 或者是你们感兴趣好奇的地方 我觉得我对这个墨绿色的桌子 比较感兴趣 因为一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 就是它给我一种复古的感觉 对 然后加上整间店的那种氛围 就是感觉所有都是慢慢的 然后连讲话的语速 然后还有声调都放轻了 真的 而且在这里喝茶很像回那种 乡下阿公阿嬷家会看到的场景 这就让我想到了 老师 其实有一句 在形容这个茶道之美的话 它是说 茶道之美是美在人与茶之间的交融 那想问问两位 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平常我们外婆家也都有泡茶的习惯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 我们除了喝茶之外 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来聊天 可以增进感情 哦 以茶 然后就可以增进和家人之间的感情 你呢 其实我也是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 我跟我妈妈都蛮喜欢喝茶的 所以可能在喝茶的同时就聊聊天啊 然后或者是像刚刚那样 分享对这杯茶的感觉 事实上茶它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光 它其实可以以茶为主也可以以茶为辅 那在以茶为辅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跟家人朋友的聚会的品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人跟人增进彼此之间的距离的方式 当时呢 我们去旅行 那带着茶具呢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 看到美丽的风景就坐下来泡茶 那这时候呢 就会有路上的很多旅客也好 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好 那就会很好奇的跟我们一起喝茶 这样在国外就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真的 我想喔 以茶会友还能带着茶去旅行 这应该是你们都很有兴趣的对不对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感好奇喔 但在这个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先好好的学会如何泡茶 对不对 那这个就要请老师好好的来指导我们了 好啊 没问题 那我们先喝点茶 待会再教你们如何泡一杯好茶 好喔 谢谢老师 请你先闭上你的眼睛 让你的头部放松 肩颈 也放松 让你的身心 都放松 只是感受着呼吸 只是感受着呼吸 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 在品尝茶之前呢 我们会先做一下就是放松 那为什么要做放松呢 因为呢 当你的身心放松之后 我们的五感也就是眼耳鼻舌声 它会更敏锐一点 那我们就开始泡茶了 首先小珍老师取出适量的茶叶 放在足盘中欣赏茶叶的颜色 闻茶的香气 大家注意到了吗 闻了茶香之后 把头转向旁边呼气 为的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气息吐在茶叶上 这样会影响茶的香气哦 那我们在品低泡茶的时候呢 只是去感受茶汤的颜色 那茶的香气跟滋味 泡茶的第一步先要温壶 温杯 把热水注入茶壶和杯子当中 静置一下再将里面的水倒掉 然后将茶汤注入公道杯中再分茶 不过为什么会有两个杯子呢 这个高杯是闻香杯 你们可以先欣赏茶汤的颜色 闻它的杯面香 那闻了它的杯面香之后呢 你再倒进饮杯 对 然后再闻它的杯底香 老师说 茶面香和茶底香的香气 是有层次感的 仔细闻一闻 会发现茶也是有生命力的哦 它会带一点淡淡的花香的味道 那我们可以开始饮用茶 到底泡茶需要哪些茶具呢 首先需要有泡茶的茶壶和茶城 还有用来分茶的公道杯 而杯子则有较高的闻香杯 还有饮茶杯 再来需要一定陈队出现的茶池和茶泽 用来保持茶袭干净的结方 还有用来装不要的茶水和茶叶的水方 有了这些茶具就可以开始泡茶饮茶咯 茶道一级是从中国这样子延续下去的 可是到现在的话 我们都会比较知道的 印象深刻的呢 都是这种日本的茶道 那跟台湾的这个 我们传统在喝的茶道 是有很大的区隔吗 日式母茶道跟中式茶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形式上就不同 那品的茶也不大一样 对 那么日式的茶道 其实是从寺院所发展出来的 所以会觉得说 好像常常听到 而且它有它的一个精神性 是 那么中式茶呢 其实是有受到老庄思想的一个影响 所以其实是很自由自在的 泡茶的过程呢 是让我们的心更贴近自己 藉由比较慢的一个缓慢的动作 让我们的心回到自己 那茶只是一个媒介 老师还特别介绍我们另一种极简 又便利的泡茶法 家里如果没有茶具 没关系 可以用家里的碗 来享受饮茶之美哦 只要用一颗爱茶的心 这样也是一种随性的享受哦 接下来老师要带着两位小主播 一起喝茶 而要带什么样的茶具摆设 就交给两位小主播全权做组咯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还不错耶 余欣和怡琳仔细挑选着老师 为他们准备的野茶器具 这些都好可爱哦 天啊 我觉得是个很有感觉 很有喝茶的气味 对 复古一点嘛 好的 那我就选择 好的 两位也讨论好喜欢的不知氛围了 老师说这样到自然环境里泡茶饮茶 还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野茶 好漂亮 它也超美的 我跟你们说 你都会在这边 老师说它都会在这边来野茶 这边是它的秘境 对不对 一领一看很清楚 真的 视野很好 视野超级好的 非常的宽阔 而且你看我们还有一个 这么棒的大树 这样帮我们遮着 所以老师 野茶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来做布置 对不对 好 那就交给两位了 余欣和怡琳分工合作地 布置着野茶的茶席 这样 好 好的 怪怪的 我们把它折起来 它好像不用那么长 这样 它真的是被刷到面了吗 不然我们这些拿起来 我们不要这个 好啊 现在是一个手忙脚乱吗 等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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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东西都摆完了吗 对 可是我觉得根本刚在室内 看起来不太一样 放松 放松 好的 维维姐姐跟小哥老师 我们的布置好了 好的 我们来了 哇 我真的觉得还可以吗 很好 第一次这么做非常好 哇 两位很棒 可以先告诉我们 你们摆设的这个方法 是什么样的原因 还有由来的 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盘子 因为我们是选的 比较复古风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把它摆在上面 这样好像挺好看的 就摆了 然后因为这中间有点空洞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茶壶移过来 对的 所以是有一点这种 复古风的感觉 有一些传意在里头 那小郑老师 针对现在两位 他们这样子的摆设 如果我们以野茶来说的话 是通过的吗 是及格的吗 是及格的 但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在摆设茶席的时候 其实可以先做好 就定位之后再开始摆 然后呢 我们在取每一样东西呢 其实都是用一个恭敬心去摆放 然后去用它 那当我们用一个恭敬心去做 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对茶具是一个恭敬 对自己也就是一个恭敬 那我们用恭敬心跟前层心去泡茶 就一定会泡出好茶 好茶 真的耶 所以说 其实基本上摆设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是吗 摆设呢基本上 因为他们今天所选的是复古风 事实上呢 素方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垫子 我们只要选上不同的颜色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说我们选的是一条青绿色 其实就是会有一种那种 比较轻盈的感觉 是 对 那他们今天如果是以复古风来讲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摆设是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这个板子可以翻另外一面 板子可以翻另外一面 对 会更好看一点点 对 是 我们今天好像比较好看 没关系 我们都是啊 从这个经验当中来学习更好的下一次 下次你会手忙脚乱的 是的 不过我觉得两位很棒啊 至少像姐姐看过来 我就发现你们在颜色上面 其实都有做一点点的 就是尽量去挑选相近色的是吗 是 老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其实就很安全牌 就是说你在 是打安全牌 对吧 你在做整体的这个搭配上面 其实就会很和谐啦 如果你要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其实就会更 稍微活泼一点点 对 可是完全就是看你们自己 想要的一个主题 那另外我想问就是说 你们杯子为什么想放四边呢 对 因为原本是设想中 我们两个坐这边 然后我以为姐姐跟老师 坐在对面 不过我觉得 就是虽然没有照我们想象的说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很平衡 老师这个茶杯啊 这样子的摆放是可以的吗 还是说它有没有一定 只能摆放在哪一个位子 其实是没有 其实主要是顺手 顺手 然后每一个茶席呢 你们可以就是讲出 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 就是你有一个摆茶席的一个概念 一个想法 那只要这个想法是 是符合很自然的原则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就有两位呢 来泡好茶给我和老师喝咯 好 OK 开始吧 你先帮我倒了茶叶 好的 你也可以用那个茶匙帮助你 对 做一个辅助 或是你要慢慢转出来 两者都可以 优雅的 在户外野茶 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呢 首先要倒出茶叶 让大家欣赏茶叶 闻茶香 而且所有的动作都要缓慢 要精心才能够自然展现 茶道的优雅之美哦 老师 今天准备的这个茶叶是 是韶芋桃香油肉 那我们今天准备这款茶 主要是因为我们户外野茶 比较不可能有很高的水温 所以我们准备的茶呢 会是调锁型的 还有就是说 它的温度不需要高温 这茶大概适合85度 所以我们用保温瓶 其实就很足够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英语如果是 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是 这种野茶的方式的话 我们所挑选的茶叶 你就是要以 比较容易让你泡开的 第一次野茶的余芯和怡琳 因为第一次野茶 似乎有点手忙脚乱的 不过老师也提醒他们 只要记住所有的茶具 使用后都要放回原来的位置 维持茶席的整洁 并且用一个喜悦的心来泡茶 那么喝茶的人也可以感受到 那份喜悦的心 来享用娃娃 余芯好棒 谢谢 谢谢依琳 好 那一样要记得 我们可以先闻闻看 对不对 香了颜色 闻它的香气 那再小小口 先含在嘴里感受 茶汤的 在嘴里的感觉 再慢慢的吞进身体里 去感受身体的感觉 味道淡淡的 余芯 你自己喜欢吗 你觉得好喝吗 我觉得好喝 而且我觉得有淡淡的花香 那这一次呢 自己真的这样子静下心来了 而且知道老师跟你讲了 这一些诀窍之后 你刚刚在泡茶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样 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虽然比较熟练的 可是还是会有点 摒弃凝神的 对 然后就是 因为老师有说 动作都要慢慢的嘛 对 所以 我正在努力的 适应这个速度 喝过余芯泡的茶汤之后 来换依琳表现了 看着依琳稳定地做着 各种泡茶的步骤 从沖茶 分茶 看来都很熟练呢 第三泡的茶喝起来 滋味又是如何呢 依琳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到第三泡 它的茶味有更重了 然后就是跟前两泡的感觉 更不一样是 你可以更闻到 喝到那些茶的香气 是 老师 第三泡的这个茶 我刚刚觉得它的尾韵 会更浓郁一些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味道也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选择 这个茶叶的关系 就不会觉得说 可能还有跟我们等待的时间 可能也有关 其实每一泡茶 虽然同样的茶 但是不同的茶主人泡茶 它产生的那个味道 都会不大一样 甚至说同一款茶 我今天泡跟明天泡 所呈现的茶汤滋味也会不同 真的 对 因为茶其实它是很 很维系 因环境的不同 心情的不同 都会影响到它 其实今天一整天 小真老师这样带着我们 从一开始知道很多茶道的文化 然后到我们在室内的茶室 真的是了解了整个这个茶道该有的正确的一些过程 那也真的学习到了如何尽心去享受这种品茶之美 那我想要来问问两位小主播 现在我们又到了户外来真的再去感受那种野茶的乐趣 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姐姐分享呢 怡环你先说 就是知道说原来茶就是茶道的话 它每个动作都要做得很仔细 不能手忙脚乱心服气躁的来泡茶 真的 那你呢 我觉得今天体验完茶道之后 其实就像怡环刚刚讲的那样 我都不知道原来喝茶跟泡茶是一件 就是可以这么讲究 然后这么放松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茶道的主人啊 他的出发心其实就很简单 他想要让所有的宾客呢 感受到就是一种我们大家尽心沉浸的感觉 那享受在大家呢 一起融入在品茶这个环境当中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小真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小主播们 谢谢 生活每一天美感在身边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